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二连三的天灾人祸 而他最终靠什么走出了创业困境 他最终又是否实现了买房的梦想呢 这天我们见到季洪霞的时候 工人告诉他家里出事了 季洪霞急忙往村东投跑 追了十几分钟 也没找到什么 这时季洪霞似乎在草丛里有了发现 赶紧追过去 可这一下又扑了个空 原来是一只野猪趁人不注意跑丢了 这可把季洪霞给击坏了 曾经发生过野猪跑上山找不回来的事 这次跑的又是一头种猪 价值上万万 野猪狡猾 一个多小时后 季洪霞在一条小溪边 终于堵住了这只猪 季洪霞和野猪形成了对峙 幸好老公马军秀及时赶过来帮忙 一只种一百多斤的野猪 野性强 力气大 受到威胁随时准备攻击人 一个男人弄起来都要十分小心 但这样的野猪 季洪霞养了六百多头 价值三百多万元 在当地小有名气 是很多人羡慕的对象 就在七年前 季洪霞还是一个都市白领 和丈夫在杭州的外企工作 年收入十多万元 可当他们要在杭州 买一个房子的时候 发现手里只有五万元钱存款 夫妻俩决定要靠洋野猪买房 而且还是季洪霞一个人 回到丈夫的老家洋野猪 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多人的非议 那么靠着五万元买房的愿望 他们到底有没有实现呢 2007年6月 对于三宫山脚下的马家来说 发生了一件大事 他们的儿媳妇季洪霞 独自一人从杭州市跑回婆家 说要开始养野猪 这可把家里搅了个天翻地覆 他上大学走的时候 我们都是亲自送他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我们这个村子里面 他是第一个大学生 这个在我们农村的时候 大学生回来养住 人家是看不起的 好像他在外面 活没下去了这样的 那一度时间翻人 那边有些人瞧不起他 你可能不知道 有的人他在说你的时候 就是说他也不背后说你 但是也不到面说你 他就是说 跟别人在一起说 让你就是路过这边 让你能听到 就这种感觉 当时说听得非常难受 季洪霞不知道的是 他的丈夫马军秀 一直是村里的焦点 七年前 吴维县还是国家级贫困县 三宫村也从没有一个大学生回来过 季洪霞的到来 让村子里对这一家人 有了各种各样的议论 当时人家都说得很难念 他说在城里这么好好的工作不干 跑到农村里来养住 吃了饭没事干吧 人家都是这样子 反正说什么都有 村子里面 大家包括这个上下村子里面 都这样说 他和夫妻人 老婆先回来养住了 老公还没有回来 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回事了 在外人眼里 这个独自回来的媳妇背后 肯定有什么事 而熟人们也在纳闷 明明应该是两个人的事情 为什么是季洪霞一个人回来了呢 当时的确是没办法 其实让一个女人在家里 一个人在做养殖 感觉做这个决定 我感觉比较内疚的吧 马军秀的这种内疚 与很多白领夫妻 没什么不同 努力打拼 想挣更多的钱 梦想买一个自己的房子 2006年的一天 季洪霞和同事 一起看了一圈房子后 却垂头丧气地回了家 当时准备想买一个小一点的套件 小一点大概七八十平方的 同学一到去看了嘛 到最后我同学买了 那时候就挺羡慕他们的 两人手里一共有五万元的存款 是打工七年的所有积蓄 可当时一套三十万的房子 让买房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为了加快买房的步伐 夫妻俩萌生了创业的念头 可本钱就五万元 能干什么呢 2006年 两人发现很多餐馆在卖野猪肉 一份红烧野猪肉 当时卖二百多元 而最重要的是 养殖野猪的人却不多 感觉我们发现了这种商机 就是说别人还没有发现 当时野猪在乌尾县 在安徽省这一块 好像都没有 通过到浙江的养殖企业 和上海的农博会考察 他们发现养野猪门槛低 而且市场还有空白 夫妻俩越合计越高兴 盘算着回到丈夫老家的 山区养野猪赚钱买房 可在回来之前 夫妻俩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当时 季鸿侠的工资 每月三千多元 而丈夫的工资 一个月有七千多元 这会是养殖厂今后 维持的唯一经济来源 虽然连地都没有种过 但养野猪 季鸿侠要大胆一试 因为一旦成功 赚三十万买房子的目标 就尽在咫尺 大概一年之后要赚几十万的 想得很简单 养猪不就是 微微给它吃 搞搞微三不就可以了吗 不就OK了吗 一般人认为 养野猪 怎么也要先拜拜诗 学学艺 可季鸿侠认为 养野猪还不简单 直接进猪仔养就行了 在他的眼里 三宫山脚下 这块八亩多的地 就是他要实现 家庭梦想的地方 是他要改变命运的开始 2007年7月11号 第一次进猪仔那天 季鸿侠记得很清楚 对养殖一窍不通的他 生怕出现什么问题 就干脆和十只猪仔 坐在了货车厢里 二十多个小时里 眼都不敢合一下 生怕小猪出什么意外 此时季鸿侠 还没有敢把养猪的事 告诉住在县城里的 已经年近七十的父母 自己一个人 守在一块八亩多的基地里 从没干过农活的他 学会了耕地种田 种了南瓜木草 给猪做饲料 但对于给猪接生这种事 季鸿侠却有点措手不及 小猪出生经常发生没有呼吸 但是有心跳的假死现象 一般需要及时抢救 给小猪一支支做人工呼吸 很费劲 一次偶然 季鸿侠从村里老人那里 得到了一个土方法 一下子就能救火几只猪 假死了 我有一个特别的办法 但是一般人是不知道的 什么办法 就是用这个倒草盐 就是需要它这个盐 可让季鸿侠没有料到的是 即使花了那么多心思 付出了那么多辛苦 接下来一连串的厄运 还是把它拖入了深渊 为了弥补野猪 要一年半才能出栏 带来的资金困难 季鸿侠花一万多元钱 引进了两千多只 八个月就能见到 效益的七彩山鸡 2007年12月 一天清早 季鸿侠发现 每只鸡的头部或者颈部 都有一个小孔 小鸡死了一地 通过勘察周围情况 季鸿侠认定 是山上的黄鼠狼 咬死了小鸡 担心小鸡再受到偷袭 他干脆就把床铺 搬到了这间鸡舍 每晚陪着小鸡睡 当时就住在这个房间 对啊 住在这里的 小心这个 怎么那么 为了寄生前就 把这个搞得这么 怎么住啊 当时就是 有床在哪 没有 还像在家里一样 睡得那么床 那么舒服 就是带个架子的吗 握一下就可以了 那你不怕黄鼠狼啊 黄鼠狼有什么好怕的 它又不是狼 有什么好怕的 三分大 黄鼠狼这么一点点大 然而天不遂人怨 2008年5月 突如其来的洪水 使得泥墙倒塌 2000多只鸡 全部淹死 本来想靠卖鸡 获得流动资金 这下也没有希望 家和养殖厂 全靠着丈夫 每个月7000多元的工资 勉强支撑 本来想回来帮忙的丈夫 也只好继续留在了苏州 好在猪场并没有事 鸡鸿侠认为 不管怎么样 只要坚持到来年夏天 猪就可以出篮 就能有收获 我就在想 我这以前怎么这么倒霉啊 遇到一些年的 一些什么灾难啊 我就不相信这个邪了 我都做不好的 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 这是三宫山 吴湖市的最高峰 植被茂盛 季洪霞的到来 让村子里常常出现 一个女人独自上山的身影 为了节约开枝 她从养猪那天起 就常常上山 捡松针 挖鸽根 闻到鸽根的 闻到鸽根的药味吧 鸽根猪 它牵着剪肥的 这什么 这鸽根啊 鸽根 大不大 搅在一起 小人生一样的 这个挺难找的 这个确实挺难找的 今天下午啊 才得了 两十斤吧 2009年 两年多时间 野猪已经有二百多头 夫妻俩在电话里和解 这些猪只要一出栏 最少能赚二十多万元 以买房的目标进了一大步 然而就在季红侠满心盼着的时候 一场意外 击碎了她的美梦 二百多头猪 一个月光饲料 就要将近一万元 对于季红侠来说 似乎再怎么省钱都不为过 一分钱都想掰成两半花 就连养殖场里 也是几个月 连肉都见不到 不舍得她杀鸡吃 因为杀一只鸡的话 要那么多钱的话 就是想留着去卖 自己虽然舍不得买一次肉 但2009年夏天 养殖场几个月 没吃肉的两个工人 买了一斤加猪肉 回来炒菜 没想到 这些从外面带回来的猪肉 让二百多头野猪 全部感染了高热病 那个猪死掉了 有的是小的 有的大一点 都是用那个口袋 那个薄膜袋 刷起来 挖个坑 放在里面 上面放一点石灰 别人也通信的 好不容易养起来了 对不对 他们是一段时间 很艰难的 眼看着猪长到了 一百斤就快出来 这一下子损失了几十万 两年时间 季红侠什么苦都吃了 可到头来 却花光了夫妻俩的所有 而村民们也发现 原本爱说爱笑的季红侠 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好像见人就是 没那个事 看见他就是走路着头困着 见人都带躲的意思 觉得自己做得不好吧 喊人都没有那种底气去喊人的 去称呼人的 躲在被窝里面哭是经常有的 原本想要靠着五万元钱 扬野猪赚钱买房子 鸡没了 猪死了 只剩下空落落的眷舍 季红侠感到很绝望 怕丈夫担心 季红侠独自承受 一波又一波的打击 他不清楚这次该怎样翻身 而此时 季红侠不知道的是 一个意外 将给他带来新的希望 2010年5月的一天 季红侠像今天一样 在林子里卡了竹子 准备回去修房子 突然 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了 丈夫马军秀 回来了 这三年 丈夫都只有年节的时候 才回家 可这次 丈夫说她辞了职 丈夫一辞职 意味着家里 彻底没有了经济来源 让季红侠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丈夫马军秀 竟然带回了一笔钱 十万元 这十万元 是马军秀打工七年的 住房公积金和养老保险 就是用着十万元 季红侠重新养起来野猪和山鸡 在两年之后 销售额超过二百万元 这笔钱是最后一笔钱了 但是 我老公回来了 他跟着你 我想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企业 给他翻过来 就这么一点钱 把它给翻过来 就是 只赢不输的那种态度 去做了 马军秀惊奇的发现 几年过去 妻子已经变了一个人 就连干起自己曾经熟悉的农活来 他也最多是给妻子打打下手的份了 马军秀 马军秀 你带的是谁啊 他在哪呢 快点 马军秀 2012年 养殖场迎来了收获 野猪出栏五百多头 山鸡六千多只 季洪侠的野猪肉和山鸡 都卖给了当地的批发商和餐馆 可季洪侠觉得只卖本地销量上不去 离买房子的目标太远了 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效果让丈夫都很佩服 为了提高销量 四通八辈的全国各地都是都有的 有时候看到这个名片的话 他们就是想到野猪的话 他就很快就想到我们这地方有野猪 发现很多潜在的客户就在这些长途客车的旅客中 季洪侠就免费给客车印名片 顺便把自己的联系方式印在明天的背面 成本低 见效快 果真就有苏州合肥的客户找上门来 2012年养殖厂的销售额超过了200多万元 可好景不长 2013年下半年开始野猪的市场价格下滑 很多老客户突然都减少了订购量 但这些没有影响到季洪侠 反而让他的销售额一年就增加了30%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季洪侠早就悄悄开始的 一个新的财富计划 从2012年10月开始 季洪侠走的无违线15个村子 去了就打听谁家有猪要卖 季洪侠要找的就是这种叫做围猪的猪 围猪产于安徽省宣城地区 是古老的猪种之一 但是由于生长周期长 本地很多人都不愿意养 最多就是村民养一两头当年猪 季洪侠经常参加市里的各种学习班 关注市场信息变化 季洪侠认为围猪肉的品质比野猪细嫩 价格又比野猪便宜30% 当地还很少有人大规模养殖 如果打出品牌 定会有市场 很少有人养啊 其实有人养的是黑猪 但是它不是成种的围猪 不一样的 所以我这一块我准备走品牌 这一块 一个产品如果做到品牌的话 它就是说别人它很会认可都可能比较大的 季洪侠一共收到了石头猪 已经送到安徽农业大学做基因检测等待结果 而一位专家的话 也让他对自己的猪信心满满 他耳朵很大的你看到没有 耳朵把眼睛都盖住了 嘴巴很短的 额头的那个皱纹啊 读巴之前的皱纹吧 安徽农业大学一个教授啊 他过来就是说直接看了一下 他说这种猪很少有的了 季洪侠一边保肿 一边尝试围猪和野猪杂交 2013年杂交的猪一上市 反响就很好 有头老人他才能想到这一点 把这个猪都不能变掉了 变掉了老百姓想吃这个东西想不到的 他这个头老好 想起来把这个人能维护起来了 他在我们这个地方 就有那个仰度 就是这一块 就是下那个航行 他能赚钱嘛 所以就简单的话能赚一点嘛 2013年 季洪侠的七材山鸡和野猪的销售额 一共三百多万元 现在他又看好了一片五百亩的土地 准备扩大养殖规模和建立猪肉加工厂 今年他们的孩子也在村里开始上小学 福西亚的梦想不再是在偌大的城市里买一个房子 而是一家人在一起在这个村子里做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 创业要有一颗就是勇敢的心 我觉得创业创业过程中啊 好了各位 如果您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农事网官方 微博微信 移动客户端 同时欢迎登陆央视网浏览查询 广告之后 我们一起来看制服经下期节目 为你安排了那些内容 他在三十岁生日当天嚎啕大哭 有人说他是后悔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 并且后悔干这行了 也有人说他是哭自己 已经三十岁还赔光了所有的积蓄 家人反对 技术失败 台风来袭 似乎现实总是对他太残忍 2012年 他从头再来 不到三年时间做到了销售额过千万 带领一百多农户一起致富 成了人们心中的福星